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指数一直在这盘的话 到底投资人应该怎么办 节目上面赶快先请到专家 消失顾的投顾的粉丝师刘子玄 老师好 周伯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先来看指数部分好了 这个指数今天真的是粘都不行 今天基本上就只有这开盘 稍微有些动一下 之后全部都粘在平盘附近左右 大家还以为这到底有没有真的开盘 最后你看今天的最后高低点差这么低 今天如果要操作指数的话 很多投资人应该都笑不出来了 基本上就看了啦 对 这只能看戏了 其实高低差只有24点 今天的盘真的没什么好看的 高低差24点 你跟我讲说空在最高点 补在最低点 我还真的不相信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但是没有关系 既然没有什么行情 我们就好好的学东西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种盘式里面 你要准备做什么事情 到今天这样子的霞幅震荡 又代表未来会有什么好的机会点 这是你现在要开始留意的 高低差今天24点真的有够少 真的有够少 但是没有关系 每天开盘还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 先把压力跟支撑找出来 这是你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 哪怕他没有来 你也要做这件事 好 今天我们的压力9155 没有来 支撑9091没有来 这都是我们在开盘一分钟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的点位 但是因为他今天都没有来 玄机指标就算他找的点位再好 再有代表性 今天也是没有办法 有什么机会点给你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说过这两天 甚至这整个礼拜 外资放假的时候是特例 你要趁现在好好的开始掌握 下一波大波动的时候 盘整久了一定会有一个大力道出现 这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上 今天没有来 压力支撑没有动作 没有关系 不要放弃哦 千万不要放弃哦 昨天我们的观众朋友 积极的人 有行动的人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你今天要好好掌握的 机会是只给积极 有行动人力的人 他们昨天看了我的节目 马上打电话进来问 问这个是什么 这个均线怎么设定的 为什么我可以运用一条均线 来找出短线的多空在哪边有利 一条均线 均线以上我做多 我的胜率高 均线以下我做空我的胜率高 一条均线就能够让你判断多空的方向 再运用讯号来找出买卖点 昨天 上礼拜 我都有分享这个东西 也有很多积极 想要成为赢家 想要赚到点数的人 他们都行动了 他们自己来询问 这个均线参数值是多少 很好 参数值是多少 很好 你有问有机会 今天一样 你想知道 自己来问 这条均线怎么设定 这边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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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趟掌握10到15点的机会 12月26 他有给你 上礼拜 12月22 一条均线 均线下面尽量都是做空 12345 5次的做空机会 怎么定义多空 你有没有定义清楚 你有没有用这样子好的方法 来帮你的操作定义多空 不只这样 12月23号 来一样这条均线 做空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五次做空的机会 每次掌握10到15点 一次做多的机会 一样掌握下来 一次失败 有什么关系 123456 对了六次 错了一次 你还是赢了五次 自己打电话来问 均线 今天是什么均线 上礼拜我在讲座 有分享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你现在想知道的 你没有来参加到我台北场的讲座的 没关系 今天 我有跟我们助理交代 你打电话进来 我一样告诉你 这条均线的参数值是多少 机会 是给我们积极主动的人 今天的盘事 昨天的盘事 没什么好操作的 没有关系 你要趁现在赶快把 该学的 该会的 用起来 把它设定好 等到外资一归队 波动一开始出现 多空开始明确的时候 你才能够掌握下来 你不要觉得说 这两天没你的事 这两天才是有你的事 你要趁现在开始规划 接下来大波动的 时刻来临 不要每一次 都到了 机会来的时候 才在想说 阿奶没有方法 要用什么方法 才在那边急着找东西用 来不及了 趁现在这礼拜 你就要好好的规划好了 把这些东西设定好 不需要什么软体 不需要 你只需要有一套 你自己的看盘软体 均线怎么设定 设定好 就可以用了 那如果 你说 老师 这个太麻烦了 好 你觉得刚刚那些东西麻烦 你不想帮自己 在盘中多争取几次 获胜的机会 好 这两个方法 是我平常在用的 尤其是这一个 支撑压力的做法 每天开盘一分钟 先把支撑压力找出来 这个方法 你一定要会 开盘一分钟 你一定要会用这个支撑压力 你不知道点位在哪里 我会告诉你 开盘一分钟 开盘一分钟的时候 你就能够先把压力点找出来 支撑点找出来 就像这一天 12月23号上礼拜五 压力9147 下去 盘上来 打到9147 做空 一路下来 40点 短线 掌握起来 压力 不止这样 支撑 支撑来了就是做多 一趟做多 一趟做多 两次做多的机会 只需要知道支撑的点位在哪里 盘中的转弱点转弱点 顺势当中可以做 但是没关系 你还是只要知道支撑在哪里 就够了 每天都要先把支撑压力规划好 问题是这个支撑点跟压力点 你能不能够找到当天最有代表性的点 支撑 做多 压力 做空 光是知道这一个压力跟这一个支撑 你就能够做两次机会了 这就是支撑压力的做法 支撑 做多 做多 两次机会 老师后面呢 第三次机会就不要乱掌握了 四不过三 三这个数字我说过 他很特别 来了第三次就不要再理他了 前面这两次你一定要掌握住 操盘最好的机会就是前面这两次 后面那一次 代表多空力道已经中和掉了 你不要再去试单了 你只要掌握前面这两次 支撑点位来的时候 做多就够了 这样子的方法够单纯吧 不然你还要多单纯 这个是每天开盘一分钟 你把支撑压力规划好 靠我的玄机指标 你要把支撑压力点规划好 就能够开始 找机会布局的方法 开盘一分钟 掌握成本优势 掌握转折点 掌握成本优势 不难 简单 好好掌握 台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盘整 就算它是一个趋势出来 它也是每天用盘整的方式盘上去的 所以你要不要知道每天的支撑压力在哪里 要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每天的支撑压力在哪里 这样你才能操作 这样你才能跟我们一样 可以把每天的分析化作实战的机会 靠的就是我们玄机指标 帮我们把盘式的压力支撑点位规划清楚 规划好 再加上我的经验来告诉你 现阶段的盘式 你该注意什么事情 现在盘式要注意什么事 注意这个 讯号 讯号出现了什么讯号 来看一下 这是今年5月6月以来 每一次有一段大跌之后 后面为什么它会有涨势出现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在这边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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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跌身之后 都有一个共通点 讯号出现了 从5月开始 我只抓从今年5月开始 之前的我不算 就从今年5月开始到今年年底 每一次都一样有这个讯号 现在没有量 买盘力道没有出来 没有关系 重点是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很清楚知道 有参考性的突破点跟跌破点 支撑压力已经出现了 波段的支撑压力已经出现了 等待那一个突破的机会出来 就会发动 这个你现在一定要知道了 我说过你不要觉得这两天的盘 好像不关你的事 你就都不关心它 你反而要趁现在开始留意 到底这两天这样子的一个无量盘整 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未来 不管多或空的力道会很强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这个你常常听到 那如果在股市里面 我会告诉你 盘整是为了创造更大的趋势 盘整不是坏事 盘整是好事 最近这个盘 这样子盘整 这两三天这样子盘整 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 接下来更大的趋势力量 会累积 会出现 所以你要开始知道 开始留意 接下来的突破点在哪里 跌破点又是哪里 你要不要开始留意 要不要开始小心 要记得这句话 盘整是为了创造更大的趋势 这个概念 运用在个股的操作买通 来看一下这档个股 2345自帮 我之前在节目上也讲过了 来 我们在45.3元这里买进 45.3 刚好是这里 我们来历史回顾一下 前面这一段时间 我用蓝色的虚线 框起来的这一段时间 它在干嘛 盘整 它在盘整 这边在盘整 我们在突破的第一天这里 45.3%这个价位买进它 到今天它有12%的涨幅 不多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最近这两个礼拜以来 大盘的走势是往下 它的走势是往上 代表我们选的股 没有错 题材是对的 搭配它的基本面 赞 再搭配它前面再盘整 好 盘整真的就是为了后面这一段趋势 再做准备 来你说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盘整 就是在为了后面这一段做准备 只是它盘整的时间有多久 盘整越久 累积的多空力量 不管是哪一边都越大 代表某一方开始突破 要带出趋势的时候 它的力量会最大 因为另外一边会弃手 这是操作的理念 这边盘整 突破 往上拉 趋势出现 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有 来看一下这一档个股 盘整 盘在哪里 这根长黑黑棒的里面 盘整 盘整了好一段时间 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基本面不错 还可以 今天 跳空上来 突破这个压力区上缘 你说 是不是跟我们的资邦是一样 盘整过后 准备叙事待发 这档标的一样是盘整过后 准备叙事待发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今天我一样 我一样告诉我们的助理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 我会告诉你他是谁 所以今天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到底我的期货短线 那条均线参数是怎么设定的 来 你来 打电话进来 我们助理会告诉你 到底刚刚讲的标股是谁 来 你来 打电话进来 我们助理会告诉你 我都已经交代他们了 一定要告诉你们 还是你想加入我的粉丝团 你一样打电话进来 问我们助理 我的粉丝团要怎么加入 他们会邀请你加入 待会留意广告中电话 自己打电话进来 我会机会是留给 积极主动的人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 这是在选股跟行情部分来说 那下期节目还有更多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刘子玄 12月26号起 记得下载3D新文化APP 下午5点半 不管在哪里 随时随地 都可以同步收看 我的即时简单节目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顾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3D电视再度蝉联 2017年 消费者理想品牌第一名 创新 领先 全媒体 3D电视 The Great Wall is the only barrie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What on earth are they fighting here 万里长城 If they reach the wall We order 惊天秘密 As long as the wall stands We have hope 12月29 长城 好 欢迎回到玄机庙上 这段节目回来要持续带大家来掌握哪些强势股 包括上个上段节目回来当中 老师被带大家选了吗 有些股票是说整理了一段时间 它现在突然间冲出去了 那除了这样的来说 这样选标的之外 或许如果看筹码 或是说看技术线形图上来说 要怎么再选呢 再把相交给老师 好 现在选股其实 基本上要掌握一个重点 基本面绝对不能太长 再来你要跟上外资的脚步 为什么 因为外资是现阶段 我们台股里面 最有买盘力道的人 如果那一档标的 他不进场 那整个波段的涨幅 就会比较有限 那你可能会发现说 有些个股好像也都没有外资在买 对 问题是 那种股票你敢不敢追 一根涨停上来 你敢不敢追 你有没有方法追 有啦 有方法啦 但是节目上没办法讲这么多啦 强势谷怎么追 这我之前在我们的粉丝团里面 我有教过他们怎么追 我有告诉他们 那个观念在哪里 你要追强势谷 追这种接近涨停的强势谷 你的停损怎么抓 有方法的 有兴趣的 自己到我们粉丝团来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重点是在这三个 在这三个 有兴趣的 记得 自己来问 自己要主动积极一点 不要这么被动 想学东西想赚钱 还有那种被动说会赢的 不可能 积极主动 趁现在盘势 还没有什么表现的时候 好好的把这些绝招学起来 等到量一出来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记得我已经提醒你了 这个讯号已经出现了 多空的突破点出现了 接下来是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你都要知道这个关键点位在哪里 一突破你该做什么事 一跌破你该注意什么事 从过去经验已经证明好几次了 今天到这里 你也要开始留意了 再搭配上我们现在KD 相对在低档 你要开始留意了 我已经提醒你了 多空的关键点位已经浮现了 我们现在就在等 那一个关键点位一突破 再搭配上量人一拉 冲 老师量人外资不是放假吗 反过来想 现在才300多亿的量 随便补个量上来都算是出量啊 那我们就要趁外资放假的时候 有涨幅有跌幅能够掌握的 旗子能够掌握的 就给他掌握嘛 外资回来又多了一个人在乱 够乱的而已啦 你看这两天要跌都跌不下去 告诉你一个有趣的现象 来 昨天的最低点跟前天的最低点 差一点 今天的最高点跟昨天的最高点 差一点 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就是不让你跌破 就是不让你超过 哎哟 很特别哦 糟糕 我已经把我的讯号讲出来了 你还不懂的 自己来问 好不好 记得讯号出现了 机会是留给 积极主动的人 自己来问 自己来问 该怎么做 不管你是想要知道 这一条均线的设定是怎么设定的 如何帮助你 棋子多空 短线的当冲 判断多空 自己来问 你要知道目前的盘式是多有力 还是空有力 一条均线帮你定义清楚 上礼拜六我在讲座里面分享这个给投资人 他们都觉得 赞 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留意过 原来短线当冲也可以定义多空 只要知道一个均线而已 你只要会设定均线把它改成 我设定的参数 短线当冲 你就有个依据 就像我们在操作股票一样 常常告诉你说 要长线保护短线 要以长护短 有啊 一条均线啊 在日线格局里面 大家最常用的是什么 月线嘛 要不然就季线嘛 那我们短线1分K里面 也可以这样子定义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啊 那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珍惜啊 你有没有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自己去把它设定好啊 人家为什么会自己来问 因为他们想要成为赢家啊 为什么你没有打电话镜来问 因为 你赚钱的欲望不够强啊 你想要成为赢家的欲望不够强 那没有关系啊 你就记得一件事情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那我们个股操作就是注意这个盘整 旗子操作其实大同小异 也是注意这个盘整 盘整是为了创造更大的趋势 我刚刚说过了 之前我们找了2345 这一档标的自帮 运用这个盘整的概念 找到一个波段的涨幅 现在我们也是在锁定这一档个股 盘整的更久 今天 跳空 上来 自己掌握机会 自己掌握机会 今天 这三个问题 你想知道的 自己打电话进来问 待会广告中的电话 自己打电话进来 谢谢各位 好 再在今天行情 还有接下来选股的部分来说 那当然更多分析 明天从人生所见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其货股 其货股票双振兆 其股双赢 其股双赢 一把兆 固得投顾 就是good 02 2578 3000 2578 3000 世界三大男高听 卡列拉斯 告别引出 台中盛大登场 最后机会 仅此一场 2017年1月7日 国财体台中前进场 购票请下年代首票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其货股票双振兆 其股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其货股票双振兆 其股双赢 其股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 2578 3000 2578 3000 三立电视 三立电视 再度蝉联 2017年 消费者 理想品牌第一名 创新 领先 全媒体 三立电视 长城 是保护人类安全的唯一屏障 驯天秘密 这些人都被困了 即将揭晓 可能 我会决定 12月29 长城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震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顾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张艺谋指导 麦特戴蒙主演 竹鼓双震照 周香 它可能是由于